新冠与普通感冒发烧的区别 如文医生科药专家任辉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新型冠状肺炎和普通感冒 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病毒感染 但是更多的不同在于普通的感冒 它是上呼吸道的感染 通常的话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而且这一类的病毒感染 属于自线性的疾病 就是说不经过药物的干预 如果没有严重的并发症 通常在一周的时间就会自愈 那么我们吃普通的感冒药 仅仅只是缓解鼻塞 流鼻涕咳嗽咽痛这些症状 而新型冠状肺炎 则和普通的感冒完全不一样 首先它感染的部位 已经累积到了下呼吸道 这才被称之为肺炎 那么新型冠状病毒 它的传染性更强 对于肺脏包括肺外的把器官 甚至是心脏消化道 还有大脑还有肾脏系统 都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损害 这是它们非常不同的区别 而且新型冠状肺炎的话呢 根据我国的指南 还可以分为轻型 重型 还有微重型 那么重型和微重型的病例 就可能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 需要在非常专业的ICU病房 进行救治